按鈴鐺 臭用 哪有人按1的時候是1秒的啊 唯不如按1不都是那種1分鐘嗎 第一次看到 它是我見識淺薄 睡太久了 睡太久了 添進去啊 已經快10點了 早安 明天是第二天 沒有人 沒有人的話我可以 自己做早餐 想起來了 昨天那個有咖啡廳的那個老闆有給我 快餅乾 你吃那個餅乾好了 嗯 欸 好厲害喔 那只是就是街邊的一間小咖啡店 竟然辣配跟餅乾都可以做這麼好吃耶 如果這附近的食物都這麼好吃的話 要不要再加個辣來變胖吧 出門 我記得我們家出去以後 很快就有一個公司的站牌 所以今天去市區逛逛 然後有點想逛個周遊店 雖然 雖然可能沒有人陪我玩 但還是想逛一下周遊店 如果買了周遊 我好像帶不回去耶 但我還是想逛一下周遊店 去市區之前我還是忍不住 再來點了一杯拉丁 你記得嗎 卡普奇諾嗎 對 OK 卡普奇諾 我剛剛看到了阿迪的短片說 義大利人只有早上會喝卡普奇諾 然後我就點了一杯卡普奇諾 拉丁比較好 這是因為加了香草的香菌 稍微微苦但還是好喝的 我們可以每天都換不一樣的口味 但卡普奇諾就 媽媽 奇怪 突然在路上被丟包了 公車的目的地好像不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要 徒步走去社區 這邊 來到市區以後就變超熱鬧的耶 大概搭了快一個小時 所以已經開始看得到高樓大廈 算這邊的房子還是很漂亮 我覺得我們剛搭車過來的 有一條路是 好像很超值得逛的 所以我打算從這邊慢慢的走 回家 就是在這邊逛完了 然後從剛剛原本的那條路走回家 不知道會不會走很久 不過算算步吧 先去我們想逛的那個市區的那個部分 看一看吧 不過是一個小時的路程 街景也差太多了 突然就變成超級大廈耶 剛剛還是一大堆樹啊 可愛房子的地方 現在這邊突然變成了 西區 Gurume Sushi耶 不行啦 不能吃日本料理 來這邊吃日本料理太智障了 等一下我們到那個目的地以後 然後Google一下附近有什麼 好好好 不錯的餐廳吧 然後選一個評分高一點的餐廳 這邊怎麼這麼多日本料理啊 蘸其烏龍麵啊 蛤? 如果蘸其烏龍麵都可以開到這裡 是不是 我們可以在台灣 開發一個還不錯的台灣料理 然後推廣到全世界 聽起來是不是蠻不錯的 有人要投資嗎 投資的話請下以下的Email報名 我們可以來想想看 我們要發展什麼樣的台灣料理 然後推廣到全世界 嘿嘿 不愛 不錯吧 哇靠 7-11耶 看 這個等一下一定要逛了吧 但我想去拍一下那個 我覺得當作一個轉場還算還不錯 但那是7-11耶 這場呱呱熱 好熱臭喔 台灣都是嘴管的嗎 雖然這邊還有 這裡有賣藍色的Monster耶 台灣沒有啊 靠 好多喔 沒有不同顏色的 牠們有不同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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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多喔 這邊也有其他顏色的耶 Ultro Blue Ultro Rosa 哇 牠們是有多喜歡熱狗 還有雞肉捲 起司的意思啊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一點了 先吃飯好了 靠腰 我隨便找了一下就是 附近有什麼好吃的餐廳 然後第一個跳出來的 居然是台灣餐廳啊 這邊怎麼這麼多台灣餐廳啊 Sunny 台灣 needs breakfast What 我憑評分都很高耶 台灣 那間看起來不錯 幹什麼脆皮烤鴨 又他媽的中式的 不對耶 還是吃讚奇烏龍 不要 好 太白癡了 喝個咖啡吃個點心好了 因為走一走六點說不定就 就可以回家吃飯了 這是小費嗎 15%會不會太久 我點了一杯拉鐵飯 這個好像比較像拉鐵 哇 超可愛的啊 是個貓貓的 雞加米蘇 那怎麼拍比較好看呢 身為Youtuber 這時候就是要follow我的拍攝器小難力了 我原本是想說沒有吃午餐 我突然發現有點餓 但因為這個時間點是 週六晚上半夜一點了 所以我明天要上片 我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坐下來用Wi-Fi 然後把最後的影片處理好 Youtuber的日常 明天你們會看到一支 就是我覺得大部分的粉絲 可能不會很喜歡的顧客影片 但因為我覺得 那是我第一次奪貫的過程 我想要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在那之前 我們先看到一支 我們先來吃這個超級可愛的 提拉米蘇 我怎麼吃它啊 這軟的 軟的貓貓 先喝一口了 我今天的第二杯咖啡 好喔 吃貓貓 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樣大家是不是很會把 甜味控制在 吃起來不會很膩 然後你又可以感受到巧克力的 微色感跟那個甜味 融合的超級剛好 我要吃掉貓貓的一步跟升級了 啊 貓貓是沒有升級的 沒有味道的貓 但我必須要熟 等等很好吃 這是我少數吃到的就是 天跟苦味控制的剛好的提拉米蘇 好 我們現在來工作了 要處理一下影片拍攝 幹不是欸 我怎麼已經弄了已經3點40了 我還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回家 所以 我只剩一個小時多可以逛 YouTuber也太忙了吧 啊 等一下不對啊 我今天是原本要出來散步的 但是我怎麼突然就只剩一個多小時了 德州布克那部影片弄太久了 好吧 現在怎麼辦我想想 我還是想逛一下那個 那間CAMERA店 如果他有賣DJI的話 雖然我覺得可能沒有 但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買一台DJI 因為 我真的很不喜歡GoPro如果過熱什麼的 然後大家有說他很好用 沒有賣 看來是不想要我花錢喔 那也是CENTRAL PARK嗎 沒有賣 當然就是個很漂亮的公園 飄有雪村 沒有過一個街 哇喔 這環境很不錯耶 就是有一些高樓大廈 然後下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感覺坐在這裡也還滿舒適的 不對耶 哇 沒逛到什麼街耶 どうしようかな 再去逛下一間店 或者是附近如果有桌遊店的話 我記得附近好像有一間桌遊店 不知道能不能逛 可以的話 然後 就差不多要準備回去了 好難想像喔 這個地方跟燒島離開的地方 不同一個城市 蛤 不 是台灣耶 居然是台灣餐廳 隔壁還有宮菇茶 奇怪 想說來市區熱鬧一下 會不會真的不知不覺 就剛好進了華人區之類的嗎 不知道 這邊也有COCODOKA WOW 但我還沒有很想喝的珍奶 哪一天真的渴了再說 到了 好 四片 好美喔 這什麼桌遊 是新版的嗎 這是展翅翔翔的古代龍版吧 HEAT Heavy Ram 喔 這是新版的耶 這個系統還沒有玩過 但我知道了 然後很想買 因為這個 這個是派對集客系 展翅翔翔 是女的 適合三到四人的 輕測遊戲 好 多人推理遊戲 No.1 Party Game 確實 這什麼看起來很可愛 Crime City 這是要尋找那個嗎 Dead Cat 這系列一直都沒有出中文耶 為什麼 我還蠻想玩玩看的 準備練習英文的話 Goom Heaven 超想玩 但 超級無敵大桌遊 可能要 找到四個人 然後連續玩半年 才能結束的遊戲 台灣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嗎 居然全系列都有 我的天啊 這個在台灣超級缺貨耶 這是那個瘟疫危機的Season版 它是瘟疫危機的 這個叫什麼 傳承 想起來啦 桌遊有可能要 開始進入一個傳承系列 就是變成一次性的那一種 就是有一些傳統桌遊 它開始要 進化嗎這樣講嗎 就是他們要 變成完整的故事性 然後很多角色 有點像是劇本類型的 他們只能過一次 然後有一些角色死掉 你就是要把 也把紙死掉 不能再用的那一種 像剛剛的瘟疫危機傳承 它中文版已經缺貨了 所以 很想要玩玩看 這怎麼看起來太可愛的遊戲了吧 Fox Experience 我想要給自己訂定一個 目標是 我想要出自己的桌遊 有一天一定要出一本 桌遊菜鳥代言 超級好玩的通貨層上遊戲 每個人要自己寫幾個 你要去競標 你要花 你要自己寫一個金的去競標 一些會讓你得到分數的東西 那最好玩的點二就是 你不能無上限的 就是花錢去競標那些東西 在整個遊戲競標完結束之後呢 花費最多的人會直接零分 所以你要如何控制自己的金額在 最好是在第二多的情況 然後盡可能獲得最高的分數 非常有趣 就是推薦三到五人玩的遊戲 這些大型桌遊都是要 一玩就是要好幾個小時的那種 我個人不是那麼喜歡這種 我喜歡Party類型的作用 就是不用花太多的介紹啊什麼的 好多卡牌唷 看這是寶貝球嗎 我的天啊 太精緻了吧 這個我超想收一顆的 之前在一般的寶貝球跟大師球的時候 感覺我只是來逛逛而已 好像地地上也沒辦法買吧 因為買了也不知道在這邊要到誰玩 只會之後有遇到喜歡玩桌遊的同學 這很吃緣分耶 爆炸貓 是Starter的史上最高目的 Gino的桌遊 我也想做一個跟貓有關的桌遊 看最現場 這也是多人拍對遊戲 超級好玩 當然能逛到桌遊店很開心 大家好像也沒有辦法 而且我自己有帶一些桌遊來玩 沒有啦我只是單純的想要逛一下桌遊 New Release那些看起來好精緻喔 尤其是這個 Heavy Rain 出版我還沒玩過 雖然我都買了 但這個我早時間一定要玩一下 這個看起來畫風有對我的胃口 然後這個是什麼 超級漂亮的 Betrayal 背叛嗎 哇靠這個畫風 肯定會有很多人喜歡 Fla Cruz 這個我曾經在某一個全國大賽裡面 拿到第... 1008強 想要挑戰我的畫室 這個幻影 新 但這裡居然沒有Rami Cup嗎 沒有Lami嗎 啊有 在這裡 Rami Cup 這是我有一次在比賽裡面 全國地的人 有想要挑戰Lami的話 歡迎開放爆米 大搜查有新的 期待喔 英文版本耶 自己玩可能會太... 嗯... 期待它出中文版 這系列超級棒的 真的適合三... 三個人左右 我覺得大搜查系列是三個人最棒的 全部都有 三個人玩最適合的桌遊 不過它也是屬於一次性耶 因為它是破關類型的遊戲 就是解謎系列的桌遊 東京地鐵跟倫敦地鐵線 這是直筆桌遊 但是我沒有玩過他們 直筆桌遊我只有玩過一款叫做 Welcome to... 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 嗯...對 1到100人的遊戲 然後你要想辦法在適當的組合裡面 得到最高的分數 一時間有點難介紹 小白世紀 適合比我們第一次廝殺的遊戲 這個是第二版本嗎 河中貓 是一款會悖論的遊戲 這個是適合動腦 然後四到五人 吃蹲類型遊戲 這個是龍面魔法陣 它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 也是輕測類型桌遊 還算滿好玩的 而且裡面的Token啊 白色都超級可愛 穿完變成就叫桌遊的影片 這也是一種智慧環嗎 這到底是什麼啊 這是一個puzzle耶 可是什麼puzzle啊 好好奇喔 它引起了我的購買欲 買來下時間好像還不錯 好吧 就決定買這個了 雖然完全不知道 但我好好奇喔 它長得很精緻 然後又是個puzzle 不行啦 我受不了啦 這東西真的太可愛了 我決定要買個一兩隻 來開箱看看 謝謝 乾 早時間我一定要再來 有時候你會想啊 就是 你要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下 10分鐘後你會不會後悔買這個 然後10個小時後 你會不會後悔買這個 然後10天後 你會不會後悔買這個 不會 我在離開之前啊 回頭看了一下 烏克牌 好美喔 你看牌怎麼可以這麼漂亮啊 天啊 這個超貴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貴 8.95耶 然後這個看起來超漂亮的 Cyberpunk 還有這個防水的牌 好啦 回家 現在4點4分 回去差不多是 晚餐 今天我們在公車上看到有 有一條街道 看起來超級適合逛逛的 明天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那邊散步走一圈吧 今天就回家 我已經等不及今天晚餐要吃什麼了 再去看一下好媽怎麼準備 Lucy I'm home 吃完晚餐再來結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 然後開箱一下我剛剛買的那些東西吧 這邊的氣溫真的很難抓變化耶 所以我剛剛走路回來就超級熱 早上超級冷 晚上也超級冷 要有一個方便穿脫的 然後又保暖的外衣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就真的會突然超熱 有時候又突然跑幾冷 突然天氣 今天的晚餐是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大家的位置坐在哪裡耶 我坐了一個 其他人可能坐的位置不就很尷尬 是雞肉嗎 這個還是溫的嗎 冷掉了 讓微波乳一下 臭用 哪有人按1的時候是1秒的啊 微波乳按1不都是那種1分鐘嗎 第一次看到 它是我見識淺薄的 是我太少用微波乳了嗎 是我蓋不起來啊 我第一次看到按1是 對 這白飯耶 也太棒了 然後是不是又有昨天那個瓜 不是很喜歡熱的瓜 但為了健康還是得 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我應該說不出來它有多好吃 這感覺是咖哩嗎 糟糕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耶 熱沙嗎 真的是很好吃耶 我真的覺得HOMA很強耶 HOMA真的什麼都會做 可是這飯有點隔夜了 哇 這是一個完美的拍攝場景耶 這個已經有點裂痕了 這麼貴啊 我什麼東西花了快3000塊啊 天啊 這樣 身為一個稱 金的魔術師可以隨意的抽出一張黑桃寺 嗯 嗯